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当前我们汽车的渲染是通过我们玛雅的一个分层渲染来进行完成的 后期我们用到了这个photoshop来进行一个图像的一个合成 当前这个图像就是我们最终完成之后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汽车上一些粉光和我们当前各种材质的这种质感 金属材质和车漆材质 还有我们这个玻璃材质像这样的一个渲染 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当前这个呢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场景文件 我们一个汽车 对这个汽车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渲染 首先呢我来做一个地面 当前我这个渲染呢是用我们玛雅当中的这个无光渲染 也是咱们当前的这个final guider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会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来应用我们当前这个渲染 我们想通过这个final guider来进行渲染的话 前提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呃汽车的外部呢我们为他添加一个环境球 我们要通过这个环境球呢来对我们当前这个汽车呢产生一个光照的效果 也就是他呢就充当了一个灯光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我为当前这个环境球呢为他指定一个新的材质打开材质编辑器hyper sheet 好了我们在这呢为他创建一个surface shader 点击然后呢咱们右键赋语 双击打开咱们这个surface shader 咱们在outcolor这块为他添加一个rump贴图 我们看一下在这添加一个rump贴图 我要把当前这个rump贴图呢给他做成一个黑白颜色的一个贴图 黑白颜色的我们看一下 然后当前他的过渡啊是一个这种微向的过渡 现在呢我把它改成一个优向的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渡 然后咱们把当前的这个模式啊改成一个 那像这种模式的看一下 因为现在当前这个太单一了 我给他再添加几个 让他之间呢多产生出几个像这样的一个渐变效果 看一下 往前串一下 先挪在这呢再加一个黑的 再来个白的 可以给他做的这个平均一些像这样 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灯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了 然后呢咱们现在打开这个 游染设置 然后我们在这呢要打开我们当前的一个man tree 如果我们现在man tree选项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在windows 塞挺 然后这有个插件管理器 我们在这呢可以打开我们当前的这个 man tree选项 在这个位置 勾选当前这两个选项 然后呢咱们点击 close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就会有man tree选项器了 好了 点击 进入到我们当前这个man tree选项器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为当前这个汽车呢 指定材质 看一下我们这个材质呢指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这里呢为他指定一个man tree的一个车漆材质 我们看一下在这有一个车漆的这个材质 我们可以为他呢指定这个材质 这个材质呢是专门用来渲染这个车漆效果的 是比较简单的调节起来呢也是比较方便和容易的 现在呢我们当前指定的是这个布林二 现在呢我来选择当前表面赋予布林二的这个 这个材质球然后呢为他指定上我们当前这个车漆材质 看一下 好了我们指定完这个车漆材质的我们现在呢对场景呢做一个渲染 我们看一下打开这个渲染这个窗口 我们现在先测试渲染一下 看一下 点击渲染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好 但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车漆表面已经有这种反光的效果了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反光的效果呢也就是通过我们后面背景我制作的这个环境球呢 反射或反射过来的这个光源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光源 现在呢我不想让当前这个球体呢进行一个渲染 但是我想让它产生反射 对这个汽车产生反射 我们可以在 这个设置下呢 这个设置下呢来为我们当前的球体呢给它设置下Render Star 我们在这呢勾选当前这个选项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 它只会产生反射效果而不会进行一个渲染 看一下 像后面这个背景啊它就没有了 现在呢这个整个场景啊太亮 我需要关闭我们当前的一个默认灯光是在我们当前渲染设置下的这个选项 我们可以把它呢勾掉也就是不进行一个默认灯光的一个渲染 然后我们还需要打开我们的Final Gather 我们看一下 在这儿勾选我们当前这个Final Gather选项 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渲染 看一下当前这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当前这个汽车呢这个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这种汽车车漆种材质 我们可以看一下表面产生出这样的一个光亮效果 我们现在呢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背景的这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然后呢咱们再渲染一张 通过这个调整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改变当前汽车表面光照的一个效果 像这样 现在呢你能看到这个位置啊是比较暗的 我们想把整体这个场景的这个亮度提亮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我们当前这个RAM贴图 在这儿来把我们当前这个RAM贴图这个黑色改成一个灰色 这样的话他整体这个颜色他就会变得亮一些 我们这回呢把当前这个场景呢保存一下 再点击渲染 我们看一下当前场景内的这个颜色是否变亮 好了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下面这个位置啊已经变亮了 像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 一个变亮的一个效果 好了当前 像这个后面的颜色呢我们可以再通过他呢来再反复的调节一下 你可以让有些位置呢偏亮一些 有些位置呢偏的暗一些 像这样 然后呢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调节一下我们当前这个 当前这个汽车这个玻璃 玻璃这个材质看一下 首先呢咱们来调节一下当前他这个前面的这个玻璃这个材质 右键咱们打开当前这个材质 我们看一下他给的是一个布林材质 这是咱们默认的材质啊 我们要把它这个慢反射值调低调的低一些 然后呢我想让他的这个高光小点 也就是说让他高光呢锐利一些 像这样反射呢咱不用动 这样呢就可以了 咱们现在看一下当前这个汽车这个玻璃这个材质呢 和之前比较一下 点击渲染 我们看一下 汽车这个玻璃这个材质 好了看一下 当前这个玻璃呢明显能感觉到比之前这个玻璃呢 要更锐利和透明一些 像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咱们将这个挡风玻璃 将他呢咱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呢给他调节一下 慢反射调低颜色 好了 然后呢咱们在这儿 保存一张渲染 很亮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区别 然后呢咱们再将当前这个汽车的这个前面像这种金属质感的他呢来调节一下 咱们也是 慢反射值调低 这样的话他就会更会还原我们本身金属的颜色 然后呢 锐度 强度 像这样 好了 在这个位置 咱们 保存一张渲染 看一下这个位置呢明显就变得更亮一些了 像当前咱们这个 车圈 我们看一下 也是一样 我们将他呢调低一些 好了 所以说咱们当前为这个汽车啊赋予材质这块呢是比较简单的 咱们不需要调太多的这个竖直 里面 将他隐藏起来 看一下里面他有这个车灯 我们将他的这个材质呢简单的调节一下 我们也是想给他调的更锐利一些 因为我想让这个汽车呢感觉起来 看着更 反光更强 好了 然后咱们将他打开 咱们当前这个玻璃罩 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来挑选一个角度 比如说咱们当前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然后呢咱们将他这个角度保存一下 我们在这呢可以保存我们当前的一个摄像机角度 我们在这呢可以点击new看一下 当前就出现了我们这个摄像机角度 我们可以在这呢重新命名 我们现在调整一个角度 比如说现在这个角度呢已经调整完了 我们还想找到刚才这个角度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点击看一下 就回到我们当前这个角度了 好了 咱们点击渲染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呢是当前我对这个汽车呢 简单这个材质呢 做了一个调节 接下来呢咱们再对当前这个汽车 这个当前他这个灯光这个角度啊 咱们再给他调节一下 像这个位置 渲染 也就是调整当前汽车这个光照这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 给他调整一个稍微好一点角度 例如说当前咱们这个角度还可以 好了 然后呢咱们现在呢为当前这个汽车呢 咱们输出一张稍微大一些的这个图像 也就是把当前的这个渲染级别啊 调成一个产品级的 咱们打开这个渲染设置 在这个级别这块 咱们给他改成一个产品级的 在这 然后咱们打开这个final gather 在尺寸上 咱们给他设一个1024乘以1024这个尺寸的 好 当前这个角度还可以 然后呢咱们点击渲染 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产品级的 明显能看到的这个精细度啊 要比我们之前这个渲染的时候 这个精细度呢 要更清晰 好了 放大一点 像当前这样的一个渲染 好了 接下来呢 咱们要通过这个分层渲染呢 来将我们每一层图像呢 输出到我们这个photoshop当中 首先呢咱们保存我们当前第一张 好了 然后咱们再输出一张当前带这个背景的 背景的一张 我们现在将他呢 Ctrl H隐藏 我们将这个背景 就是地面 咱们给他指定一个材质 也就是说 我现在我想要他的一个阴影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background color 好了 把这个材质呢 指定到这个地面上 双击 咱们将这个反射和次数 都调成零 颜色呢 咱们不用动 然后呢 咱们再 保存一下 再渲染一张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呢 我想要的是当前这个汽车的一个 背景 也就是他的这个接触地面 接触地面的产生这个阴影的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看不到 一会儿我打开这个ARF通道呢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效果了 好了 看一下 当前呢 我想要的是这张图片 好了 保存一张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将当前这两张图像呢 进行一个输出 首先呢 我为他做一个保存 并存为 咱们存到 我这个桌面 咱们起一个 叫M1 格式呢 咱们给他存成一个TJ的 好了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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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咱们前面这张图像 这张图像 咱们给他保存一个 也就是咱们最原始的颜色区 颜色的这个 咱们存成一个 咱们存成一个Color 保存 好了 然后呢 咱们打开这个Photoshop 然后呢 咱们打开我们刚才存的这两张图像 我们看一下 在桌面 找到 这两张图像 然后呢 咱们点击打开 打开了当前这两张图像 现在呢 我想把当前的这个 汽车的这个背景呢 给他去掉 我们就可以通过他 找到通道层 在这呢 选择我们当前的RF1 看一下 Ctrl A 全选 Ctrl C 复制 然后呢 回到我们当前这个Color 这一层 然后我们在当前的通道层呢 为他新建一个图层 Ctrl V 粘贴 看一下 当前这个顺序 然后我们回到图层 双击背景 然后呢 将这个图层 这个背景呢 这个锁给它去掉 然后呢 我们 按住Ctrl键 加选我们当前的RF2 看一下 我们在图像这块呢 为他创建一个萌版 看一下 在我创建萌版的时候呢 他就会将我们这个背景层呢 做一个替换 也就是说给他呢 怎么的 给他替换掉了 现当前这个操作 好了 然后我们再选择 我们当前这个汽车 我们在图像下呢 简单的为他这个颜色呢 做一个调节 像这样 整体呢 给他调的稍微亮一些 像这样 好了 咱们点击 确定 可以了 然后咱们为他呢 创建一个背景层 添加一个 黑色的一个背景层 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当前我们这个分层渲染 我们看一下 打开这个玛雅 我们当前分什么层呢 例如说现在当前这个汽车 车体表面 这个层 我们可以给他分成一个层 然后呢 这个玻璃是一个层 金属是一个层 轮胎是一个层 像这样的层 我们都可以给他分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应用到这个 这个分层啊 来进行一个调节的话 我们会更这个容易和方便 也能把这个图像呢 处理的效果呢 更好 好了 现在咱们首先要对这个 汽车这个车体 咱们给他做一个分层 首先呢 咱们要选择我们当前这个汽车 我们在分层渲染下 在这呢 我为他创建一个新层 我们现在呢 想把当前这个汽车的这个车体呢 给他单独列出一个层来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hypersheet 稍微小一点 首先呢 我们要选择整个咱们这个汽车 为当前咱们这个汽车呢 创建一个材质 创建一个 background color 这个材质 给他复一下 然后呢 我将我想要提取出来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给他选择上 像这样的位置 像这个汽车这个车体这个位置呢 我们都可以给他选择上 像这样 我们为了 为他呢 附一个 兰博特 像这样 像这里的一个缝呢 咱们也都给他选择上 像这样 好了 我们当前呢 这个材质呢 指定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事先默认好的这个摄像机位置 然后我们打开渲染设置 我们将他的这个 final gather 给他勾选掉 我们然后呢 再给他来一张渲染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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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当前想要的一个 图片 保存一下 mr mr 好了 同理呢 同理呢 我们现在还想要当前他的这个玻璃材质 看一下 全都选上 然后呢 为他指定一个 background color 选择 选择到我们当前这个玻璃 为他呢 指定一个 这个材质 好了 然后我们再 渲染一张 当前这个玻璃 另存为 m3 然后呢 我们再来渲染一个这个汽车这个轮胎 还是给他全都选上 在这呢 为他指定这个 背景 轮胎 轮胎 好了 摄像机 渲染 好了 m4 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什么位置 框选 当前他前面的这个 金属 金属质感这个位置 像这样 渲染 这样 m5 好了 暂时呢 咱们先渲这些章 然后呢 一会儿不够呢 咱们再来继续渲染 现在呢 我打开当前我这个图像 我们看一下 我导入我刚才渲染的这些 mask M1应该不用了 M1我们事先已经导过来了 好了 现在呢 我来将他这个每一个mask呢 都沾到我们当前这个图像里 Ctrl A C Ctrl C 新建一个 Ctrl V 粘贴 这个咱们时间已经粘过了 看一下 Ctrl A Ctrl C Ctrl V Ctrl A Ctrl C 新建一个 Ctrl V 这个呢 我们已经粘过了 看一下 在这 好了 现在呢 咱们来调整一下 首先呢 咱们回到我们这个图像层 我们现在呢 来调整一下当前汽车表面这个颜色 我想让他这个颜色呢 更红一些 咱们这个 应该是没有粘 少了一张 M1 打开 没有粘过来 M2 对 当前这张没有粘过来 Ctrl A Ctrl C 然后在这 新建 Ctrl V 好了 咱们现在呢 首先来调整它 Ctrl D 去到选区 然后呢 咱们按住Ctrl键 加选当前 ARP图层 点击 回到我们当前这个图像层 现在呢 咱们选择的是我这个汽车车体 这个颜色 我来调整一下 我们进入到这个 色相饱和度 首先 我们将这个明度呢 来调整一下 好了 点击确定 现在的这个车呢 还不够红 我想让这个车呢 变成一个红色的这个宝马 调整 色彩平衡 我们在这呢 给它改的稍微红一些 是那种非常红的那种颜色 好了 点击确定 Ctrl D 需要选区 看一下 当前我们这个车呢 已经变得非常红了 现在呢 来调整一些当前 它这个 玻璃 玻璃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选择到 这个玻璃的位置 看一下 找到玻璃 当前这一层 按住Ctrl键 加选 好了 然后咱们回到这个图层 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调整 当前玻璃的位置 色阶 你想让它暗一些呢 还是亮一些 我们可以在这呢 进行一个调整 像这样 好了 确定 这是玻璃 还有当前咱们这个轮胎 看一下 把轮胎呢 咱们也可以调整的 稍微亮一些 回到我们视线的这个层 色阶 确定 Ctrl D 看一下当前轮胎呢 变亮了 咱们当前金属 金属圈的这块 也是 所以说咱们事先这个分层呢 分层的目的呢 就是说 我们想在这个后期 能对每一个区域呢 做一个细致的调节 变亮 这样的话 咱们当前这个图像呢 再调整起来呢 也就更灵活一些了 确定 Ctrl D 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汽车呢 颜色呢 大概调整完了 我们现在呢来导入一张 我们这个背景层 我们看一下 我们事先的准备了 一张像这样的一个背景层 看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图像 我们把当前这个图像呢 拖拽到我们这个背景里面 好了 这样 给它放到我们这个汽车的下面 看一下 Ctrl T 给它放大一些 像这样 像这样 好了 点击回车键 现在呢 我们来整体的调节一下 当前这两张图像的这个颜色 咱们创建一个色彩平衡 这个层 来控制一些整体咱们这个颜色 好了 看一下 咱们这个呢 这个就是调整完成之后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这个把这个图像呢 咱们截取一下 比如说咱们只要这个位置 像这样 回车 看一下 咱们当前这个图像呢 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咱们制作当前这个宝马汽车的一个全过程 好了 咱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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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